方法當然就這樣就是 你就另外寫一個sub 然後設一個中斷點 按執行 那如果input bus 如果你按執行 他如果按取消 你可以看一下他停在這邊 裡面是空的 對不對 再執行一次 假如再執行一次 按確定 他這邊 這個地方 如果你按確定 結果有沒有 假設我這邊 把它按F8 然後 確定 X怎麼樣也是空的 所以按取消跟確定都是空的 這個時候就頭痛了 到底你是按確定來取消 無法分辨 怎麼辦呢 其實教各位 我在前一個階段有提到 就是說 那個你input bus其實不好用 可以用另外一個 叫前面加一個application application 點 就是在application裡面 也有一個input bus 在vba裡面有一個input box 一個是物件裡面的input box 是application裡面的物件 這個指的是誰有本身的input box 那個input box是vba裡面的函數 雖然都有跳出那個視窗的作用 可是我後來我剛剛試了一下 我發現 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如果你這邊 按F8 如果按取消 你會發現 它回來是false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按確定 它是空字串 所以這個時候呢 假如說 你要用那個 像剛剛同學 就是一直鬼打牆 什麼意思 就是說按取消 它也是 離開 也是一直卡在這裡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這個地方 假如說呢 什麼呢 這個地方 因為它如果是空的 表示它按確定 的話 那是空的 可是如果按取消的話 它是false 它就不會回去了 所以其實這個解法很簡單 就怎樣 打一個app application 點 就可以了 那你怎麼知道你application有沒有打錯了 點下去就知道 點下去如果沒有那個清單 那表示你的application字拼錯了 OK 那如果沒有拼錯就是有這個清單 好 那這個時候應該 因為它如果按取消就是false 所以這地方的話來試一下 那記得執行 因為它是一個共用方法 所以不能夠直接 因為剛剛同學執行從這邊執行不行 一定要 到底下這邊 好假設這個篩選業務或者是 請各位最後就做這個啦 然後 因為為了我們要知道到底它城市跑到哪邊 你可以 就是射中斷點 到這邊好了 OK 好 那假如說我這邊按確定 有沒有 業務名稱 當然如果按我們主要是要測試什麼 按取消啦 OK 按取消 取消的話呢 它回來是一個false 所以false呢 不等於空置串 那也就是它會不會進到裡面呢 應該是不會 跳過了 OK 那表示 它算 可是問題不對啊 他說按取消 那要繼續跑 那表示 也不對 所以如果按取消的話 那就是應該再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房呆 這就是 Is this sub就可以了 那你一般是這樣打 我是建議 如果你底下只有一個is this sub 你不用打if and if and if不用 打一行就好了 加在這裡 is this sub 那同學想說 老師為什麼你可以打在這裡 你以前不是告訴我們一定要if加一個and if 我跟各位講如果說你 裡面這一行敘述的話 那你就打在後面就好了 不需要再打三行 但是前提是 如果你的if裡面 只有一行敘述 可以放後面 可是如果兩行三行就不行了 因為剛好我們就是 如果它是false 那我們就是離開 那把程式應該懂那個意思 移到這邊來 然後呢直接就 跳離了什麼事也不要做 OK懂那個意思 所以基本上input box 它的功能太陽春了 它沒有辦法幫你判斷 所以我們解決的方案 其實可以怎樣 拿那個這個application 來解決 所以我剛剛只有這樣 改這裡 然後再增加這一行 就OK了 這樣應該剛剛有同學 就是一直按取消一直鬼打牆 一直取消不了 所以如果按取消 要可以的話 就是加一個這個 然後再加這個 兩個地方就好了 一跟二 OK 那我等一下也會幫各位拍照好了 也許拍這個畫面吧 反正以後 因為這些東西都是 實務經驗 因為有些東西 書上是絕對沒有提到的 這東西也沒有一本書 講到這麼細微的地方 怎麼做 但是很多東西都是一些訣竅 我是覺得 盡可能 讓各位以後 在撰寫程式上面 可以寫得更到位一些 寫更 感覺這有師傅夫婦人專業的 OK 所以我剛剛就是改了一個東西 試一下 就這兩個 OK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面還有 其實沒有時間 後面還有就是說 比如說要改成那個 比如說日期跟數字 比如說它總價 總價多少 我要找總價多少到 有X跟Y兩個 所以你可以用錄字聚集的方式 去錄那個 那個總價是在兩個 所以他會錄下兩個 一個是Criteria 哪個範圍 第一個範圍 第一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 那這個時候會需要一個 Y的變數 有一個X有一個Y 那就可以從哪個範圍 哪個數字到哪個數 總價多少到多少 我可以把那個範圍的資料 給帶出來 日期也是一樣 其實日期的話 也是從哪一個日期到哪個日期 只是說日期部分的話 因為它會有個斜線 那個斜線 將來要做工作表名稱的話 會出問題 所以我用 在我那個雲端上面 有一個replace 取代 把那個斜線取代成底線 因為底線沒關係 斜線就不行 那當然後面有個延伸的練習題 就是實價登錄 我在那個其他補充範圍裡面 有個實價登錄 你們也可以直接就拿那個 有沒有我一個從網路上 也是從內政部的那個 叫什麼實價登錄的網站 它每個月都會揭露 就是最新的那個成交的單價多少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知道 說到底某個區域 它的實際的交易金額 也可以拿那個來 所以防重業 當然也是要自動化 不然的話 最新的訊息 你都沒有update到的話 那你隨時都不知道 都給它 那這樣子當然不夠專業 所以我在雲端上 有放了一個實價登錄的一個範例 當然你也可以拿那個來做練習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大概就是先講到這邊 有關那個資料的查詢 那當然資料的查詢在Excel裡面 這個是在Excel 存Excel 當然未來你如果說要跨很 就是說呢 跨比較大的範圍的資料 恐怕還是需要用到資料庫 那你可以把這些資料一樣 放到SS 放到MySQL 再利用Seql的語法 有沒有 Seql裡面有個slater select後面有個欄位名稱 所有start from哪一個table 會有什麼欄位 like 如果是文字用like 如果是數字用等於大於小於等等 一樣可以做篩選 不過那個部分的話 是比較牽涉到資料庫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這個部分恐怕回去 你沒有時間的話 也可以再做練習 轉移到資料庫 然後配合ADO 加Seql語法 去可以把資料查回 這好像前面也有帶到過 只是說一些細節 可能 如果後面有時間 我們再來看 那下個禮拜 也許就 再繼續看那個有關問題五 就是 進階的那個 就是說呢 比較進階的查詢 就批次查詢 那再來可能就是牽涉到 可能從網路上 撈一點資料的部分的一些 做法 然後 時間也差不多 今天先到這裡 記得 我們在9月5號還有一次停課 所以今天是8月22 下個禮拜沒有停課 下下禮拜再停一次課 先跟各位說一下